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 肚脐是一个人比较私密的身体部位 其实很多人可以通过一个人的肚脐当中 看出这个人的智慧和运势等等 当然,其他方面的也会涉及到 那么应该如何从肚脐看一个人是否拥有富贵命呢? 接下来就跟大佬一起来看看吧 1.肚脐的整体判别标准 肚脐的整体判别标准可以用一身一阔,既浅而窄这八个字来判断 这八个字说明在肚脐的判断中 肚脐的深度、宽度是重要的判别其与运势关系的重要标准 首先从宽度来说 肚脐以宽阔为佳,而以其口窄小为胸 在深度上肚脐仪越深越好 如果肚脐与腹相平或略高于腹突出,则有所欠佳 2.肚脐的深浅与运势 肚脐的深浅主要预示着人的智力水平 如果肚脐很深,能够将手指的一节完全被肚脐所包容 那么这类人往往非常聪明,在工作和学习生活中往往才思群有 容易产生很多的好点子、好创意 从而在个人发展中凭借自己的聪明材质而步步高升 反之,如果肚脐与小腹相平或者还有略突与小腹的情况 那么这种人往往思维的逻辑水平有所欠佳 喜欢盲目跟风而逐渐很少 从而易被欺骗或者被某种圈套所套牢 所以对这种人来说 做事前更应做一些缜密的分析工作 可以使自己免除圈套失陷之苦 三、肚脐的宽窄与运势 肚脐的宽窄在相学中主要指人的财运和仕途这两方面 宜宽不宜窄 肚脐宽是指肚脐口比较宽大 这种人往往在财运和仕途运上都比较旺盛 如果经商便常有致富良机出现在身边 若能善于把握便可日进斗金财源滚滚 并且这类人在经商时警惕性很高 所以不易被陷阱所破财 属于既会赚钱又会存钱的人 如果想要进入仕途有所晋升 则晋升的希望往往高于其他竞争对手 在仕途上平步青云 不易出现大起大落的现象 相反 脐口比较窄小的往往在财运或仕途上均有所困住 而且如果为人处事不能奉公守法 则很容易在名利上一败涂地 既是财源又是人员 所以对肚脐口狭小的人来说 在生活工作中应尽量循规蹈矩一些 可以避免运势的衰落现象 四 肚脐的位置与运势 肚脐的位置是指肚脐在小腹中所处的相对位置 古人对于肚脐位置有生进上者衣食 生进下者瓶薄的论断 就是说如果肚脐处于小腹的中上层位置 这类人往往在生活上比较安逸 属于衣食无忧的类型 并且如能努力从事便可取得成功 而肚脐位于小腹明显靠下位置的人 往往比较容易出现财源危机的情况 如不能善于理财合理消费 往往容易出现入不敷出的情况 并且这种人更应有所积蓄 以防在一些意外情况中 在财力上能从容应对 五 肚脐的形状与运势 肚脐的形状通常是指肚脐口的形状 以圆润方正为仪 这类人往往属于宅心仁厚的类型 所以在人缘运势上会非常旺盛 因此容易受到他人的帮助 而在事业上取得成功 正所谓吉人自有天下 反之如果肚脐形状歪斜和轮廓不整 则这种人往往容易心生邪念 而对于自身有所影响 因此这类人应在为人上以和为贵 在处事中以善为本 方可有效避免肚脐对自身运势所带来的组织 六 肚脐上长痣 一 肚脐有痣 在肚脐长痣的人大多数性欲较强 机智勇敢 福禄双全 财运好并且有口福 因为越好的痣其实就应该隐藏越深 轻易能让人看见的痣相发挥的程度并不够 只有平常人看不到的痣才是好痣贵痣 这颗痣长在男人的身上 代表这类人贵人自己找上门 视野一帆风顺 亲朋好友多 自小运势就很好 备受宠爱 自身条件很优秀 能找到一个不错的伴侣 选择对象时候比较慎重 如果长在女人的身上 这类人能嫁贵夫 一生运势平稳 财运最好 往夫易子 一性而好 人见人爱 桃花运多到挡也挡不住 大多数还是好桃花 选择对象时候一般都不是最优秀的 但是是最会疼人的 二 肚脐上下长痣 肚脐上面长痣一般是极致 拥有这颗痣的人多子多福 桃花运很强 想要找到正元最好用灵狐吊坠来避免烂桃花 增添正元运势 可能找到的不是最优秀的 但是一定要找最适合你的另一半 肚脐下面长痣的人有口福韵 是个好痣 但是一定要注意观察痣的颜色以及大小 太大的痣可能会有病变的征兆 或者影响你的因缘方面 毁掉你的幸福 所以要时刻观察痣的变化 三 肚脐眼右边长痣 在这项学中 肚脐眼左边或右边有痣的人 大多性欲比较强烈 再加上其异性丸比较好 尤其是桃花运比较旺 不过拥有此类志向的人 在感情方面不是很专一 容易和很多异性纠缠不清 即使结婚了 也容易发生外遇出轨的事情 因此拥有这种志向的人 最好不要争风吃醋 淫人欺女 更不可阴女殴斗 而化解之法便是奉公守法 在恋爱或者结婚时 遵守情感和性质道德 说完肚脐 很多人肯定第一时间想到的 就是我们的肚子 其实不同的肚子 也有不同的命运 下面就继续跟大佬往下看吧 一 腹部圆滚 一个人的腹部长得圆滚 看起来就像是抱着一个婴儿一样 则这样的人身体健康 有饱腹向 通常日子过得不会太差 不用为衣食发愁 身体健康长寿 而且个人的名望也会非常不错 属于大富大贵之人 晚年身体健康 不受疾病困扰 二 腹部下坠 一个人的腹部下坠 小肚子长得比较圆大 则这样的人天生就会拥有贵人像 有思维有能力 而且这样的人 多半都会拥有非常不错的能力 天生富贵像 自己的财运也会比较出众 所以这样的人 在仕途上发展 也是一片光明 有极高的个人造诣 三 富大腰圆 所谓的富大腰圆 就是指一个人长得大肚贫贫 肚子看起来非常圆润 而且皮肤长得非常厚实 则这样的人多半身体健康 天生就会拥有富贵名 所以这样的人 多半日子都不会太差 整日有大鱼大肉 比一般人的家庭条件好 也有大肚贫贫得吉祥的说法 四 腹部平坦 在巷学中 若是一个人的腹部长得比较平坦 看起来没有肉 则这样的人自控能力比较强 视野心也会非常强 野心比较大 做事非常有魄力 但是容易急功近利 一旦被别有用心的人给挑拨 必定会是自己赔的血本无归 从而导致事业运势下降 生活陷入一贫如洗的境地 五 腹部长毛 在腹部的位置长毛 在巷学中更是属于大极致下 天生有富贵 而且这样的人子女运势发展不错 个个都有大成就 晚年的生活富足 能够得到子女的庇护与孝顺 所以这样的人多半日子会过得比较顺利 一辈子都不会经历大风大浪 六 腹部短小单薄 一个人的腹部长得短小 而且非常单薄 则这样的人没有蓄财的地方 连自己的温饱都是很难解决 属于穷人父 吃得再多也吃不饱 所以这样的人天生过得贫困 身体也属于体弱多病 容易有疾病产生 过不了大富贵 七 腹部上长痴 像术学中所指的腹部 通常就是在肚脐周围的位置 如果一个人此处长痴的话 那么就说明其身体康健 生育能力强 所以当其结婚之后 就会早早生育贵子 从而使得自身的昌顺运势 得到进一步提升 与此同时 生有此种志向特征的人 在结婚之后 更是会逐渐催旺伴侣的人生运势 进而使得家庭生活 更加幸福美满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愿您实时心清静 日日是吉祥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下集руз